这个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之间发现 真正的难对付的不是普京 是习太阳 说明习太阳绝对上是习太阳 这是啥都不用说的 咱教 咱拿枪笔着他都说话出来 现在美国人要清醒多了 他没有想过清醒 但清醒多了 他们知道老共跟他这么说 是真想这么看 而且美国有绝对的情报 和这次的真实的态度表达 说出来中共不仅在任何方面 在武器局所上任何方面 都已经早就准备了跟美国必有一战 这才是核心 而且这种自信来自于什么 常年的蓝青黄卖美贼 在美国多年的情报的渗透 才能有这种绝对的自信 否则是没有的 所以说这个事大了 这次绝对让美国人 任何人都会想一想 到底中共股像对美国干什么 到底中共股像对美国能干什么 有安排的 我对我们人都会想和美国能干什么 就跟美国有美国能干什么 一直都来扫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